那关键话说 今天蓝营的人选之所以难产 他主要的原因 侯友迪 郭台铭跟朱利元 三者无信不出 我就直接点破了他 我就直接点破 无论是郭台铭 无论是侯友迪 就是不相信党中央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主讲人 张有话 朱利元现在全台走透透 去参加所谓新春团拜 就是说各个县市 他跑了一圈 跑了一圈 以新春团拜的方式 进行党政联谊 这里面大家还是关切 就是国民党的大位参选人 究竟什么时候出来 最近云林县议会的议长 说侯友迪在南部没有票 而郭台铭 远在台湾 新系台湾 远在美国 新系台湾 那朱利伦讲 所有的事情 等三月四号 南投立委补选完了以后 再做一个决定 这些都是标准答案 都是致死答案 没有什么值得评论的 但是我这里 我就必须我要讲一件事 就是说 大家都已经看清楚了 蓝营要胜 只有这两个人 一个郭台铭 一个侯友怡 他们两个难道那么难以沟通吗 难道那么难以协调吗 任何一个政权 它的搭配是非常的重要 就是说 这里面就是成功不必在乎 所谓成功不必在乎 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 你要去看 形势比人强 就是说 大家都认定 国民党只有这两个人 能够参举 这个比当年 在2019年是好得多 2019年既有吴敦一 又有朱碧伦 还有周锡伟 还有韩国瑜 还有郭台铭 当然还有一个张亚中 就是说 在这些人当中 我们可以讲 这个是吴虎称天下 就是战国七雄称天下 那个时候要协调 是非常非常的困难 就是说吴敦一也好 郭台铭也好 韩国瑜也好 周锡伟也好 朱立伦也好 这些都是难以协调的 因为参加的人比较多 但是2022大家去看 只有两个 就是容易协调 就是一个郭台铭 一个侯友一 就是这样 况且朱立伦都在新北 三个都在新北 那从这个角度 我们来看 协调那么容易 但是时间 为什么要拖得那么长 这里面有三个原因 三个人互信不足 一个没有互信基础的 不管怎么协调 都有问题 因为他不相信 我们看 在2019 张显耀 嫌吴敦一之命 去协调郭台铭的时候 你郭台铭就必须 好 虽然接待 但是郭台铭就讲了一句 你有没有授权 这句话 就是说一个党主席 派人去跟你协调 到了最后还要被问 有没有授权 你要把授权的文件给我看 就显然 就说明的一件事 他对你不信任 单单从这件事 现在2023又重演 四年前的事 到现在他又重演 就是说 我相信国民党的内部 一定有不同人士 进行穿梭 但是这个穿梭 对郭台铭 对侯友宜来讲 通通不算数 为什么 你有没有授权 谈这句话的时候 就代表他不信任 甚至与党的秘书长 去奉命协调 他也不信任 那换句话说 今天蓝营的人选 之所以难产 他主要的原因 侯友宜 郭台铭跟朱立伦 三者互信不足 我就直接点破了他 我就直接点破 无论是郭台铭 无论是侯友宜 就是不相信党中央了 那请问他你怎么协调 就是当一个互信不足的 形势引进产生的时候 这个协调 不管什么协调 到了最后 大家都是识破了 就跟2019一样 大家不相信你 那看到这里 我就回想到2019 因为我的朋友 他是科技界 他跟某位科技大佬 他们非常要好 然后有些时候 他们开会 都选择在他办公室 就是避开民进党的眼线 都在他办公室里面协调 虽然他没有参与协调 但是他提供办公室 事后人走了以后 被协调的人 直接跟我朋友 讲了一句话 他说 他们讲的 对他而言是毫无诚信 听听而已 就是说 大家浪费了那么多的时间 你协调一次 他对你不相信一次 那请问 这个怎么协调下去 他是勉勉强强 接受你的协调 但是你派来协调的人 他完全不相信 所以经过多次协调 他就讲了一句话 他说 我还是不信 甚至人物之间 没有互信的话 一定会出大事 这个大事 会把一个党 或者参选人 完全拖垮 所以我们现在看 蓝营现在目前 只有两个人可以选 按照道理 非常容易协调 但是朱立伦为什么协调不下来 这个中间的原因 是值得我们 大家去做探讨 那事实上 我也可以这么说 很简单协调的事情 甚至于可以促成的事情 甚至于可以稳赢的事情 因为互信不足 而导致的败选 这个责任要由谁来承担 所以国民党必须要回应 蓝营群众的需求 毕竟 一个党主席 如果跟你协调对象之间 没有互信的话 你制定再好的办法 也不足以取信于公众 当你不足以取信公众的时候 你的事绕得起来吗 现在国民党就是面临了 朱立伦 侯友宜 跟郭台铭这三个人 互信不足 相互的 对对方都有戒心 在这种情况之下 纵然 纵然三月四号 南投立委 辅选 辅选完了以后 告诉各位 极有可能 又是一个内战的开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